那麼還有一個問題是有一位聽眾給我們打電話過來他詢問的 他說聽別人說在美國送人家禮物不能超過25塊或者是35塊錢 他說如果超過的話是不能夠抵稅的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回事 那麼還有就是說如果他覺得說送客戶的禮物太小 他真的拿不出手 如果不能抵稅的話 送200塊錢的禮物又如何在稅務上面做報銷呢 那麼我們請李浩會計師幫忙解答一下這個問題 好 那他這個送商業的禮物呢 其實國日有明確的規定就是他沒有上限你可以送多少 當然他送的話只有25塊的部分是可以用來抵扣 那有些人就好像聰明 他和他太太以兩個人不同的名義去送 就可以送一個比如說50塊的一瓶酒 那這樣實際上國稅是視為他們成為一個納稅人 也就是他們兩個家錢也是25塊才能用來抵扣的 那這25塊的不包括雕刻包裝或運輸的這個雜費 所以我之前就有一個人就是弄一個5萬塊的雕刻 他說在一個25塊的這個禮物上面 國際又突破這個漏洞 他說他們不能為禮物增加實質性的價值 對 那當然他也有小的比如說很小的那種禮物 不超過4塊錢以下這種禮品 而且禮品上面有刻上公司的名字 還有這個公司可以定期分發 那他假如說客戶不介意的話 那他這個4塊以下的禮品它是沒有限制的 你可以無限制的送 不過這個必須有你公司的這個名稱 所以你送給人家一大堆這種 比如說公司名稱的USB Drive 人家也覺得很奇怪 那還有國際就規定 他假如說這個禮物是有娛樂性質的話 就會被視為娛樂的Entertainment的費用 那這樣子也不能被扣除 所以他不過有些人就說 像他說這個啊 我這個太小禮物拿不出手 有些人就是出手比較大方 我願意送客戶這個金額比較貴的禮物 好 那假如說真的是走貴的這個路線的話 那他可以用掉他贈予減免額 也就是說超過1萬6以上的部分 才會用掉他的贈予減免額 以個人的方式去贈予 就不能以公司的方式去贈予了 好的 我沒想到送個禮物 還有這麼大的學問 公司與公司之間的這種交流 才只能扣25塊錢 才能抵稅抵25塊錢 實在是太少了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到這裡 李豪會計師事務所的李豪會計師 謝謝您的幫忙 好 不客氣 好 好